大家好,我是陪你看世界的通好军 最近印度安德拉班的颇份大战 着实把我给逗笑了 一群人拿着牛粪快乐的互相挥洒 一片欢笑,激情无限 平时抢着身衣各国文化的韩国网友 看完之后一眼沉默了 主动选择了退避三社 看着中国网友们的各种欢乐评论 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然而印度总是能让我们感觉到别样的快乐 没错 这是一个自诩为南亚霸主的国家 它妄图在各方面都赶超如今的中国 结果疫情疫情没防住 感染人数单日暴增至23万 这还是明面上的数字 经济经济也没保住 大批富人鞋子跑路 GDP就像是窜息一样下跌 人才人才也留不住 有能力的都去美国当印度裔了 金融金融更是崩溃 那和中国可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所以本期视频 通小军就通过对比中印近70年来的发展 来解析一下印度未来的命运 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 新中国是1949年独立的 二者相当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但印度相当于班级里富人家的孩子 他的国土上有英国殖民者留给他的铁路 英式学校 水库 电厂等等先进设备 还有西方完善的法律 金融体系 以及身为英联邦成员国的特权 更重要的是 印度是通过圣雄甘地领导的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独立的 其国土并未受到战争的侵蚀 这一点比当时的法国 德国都强了很多倍 更让中国羡慕的不得了 故而从1949年到1978年之前 人家印度的GDP 都是远远领先于我们中国的 这一点是客观事实 我们必须承认 故而中印各自发展的第一阶段 也就是前30年 印度底子比中国好 发展的稍微比中国快一些